到底柯文哲4300万元的现金 哪里来的 真的是诚如他所言 用每一个选举补助款 一票30块 这样子里面挪用7千多万 去买的吗 如果是你就把你汇款单列出来 就没事了嘛 他直接跟你说 哎呀 这个看起来 被告积极介入精华证 积极介入这四个字都出来了 积极介入 我跟你说这个就GG了 还记得正文 还记得郑文灿是为什么被压的吗 就是高岳 直接跟你说 他是有实质影响力 卉生其实想问一下 因为今天这个柯文哲家庭 Round 2啊 你怎么看 因为其实其他相关的 像是印小薇啦 沈庆金啦 彭震生 他们之前的结果 跟柯文哲的五宝请回 都没什么样子 对 那这一次的呢 我老实说 我们昨天在录影的 关键的情况之下 然后看到这个高院 裁定的一个裁定书出来 我一看就四个字 凶多吉少 真的就是凶多吉少 因为其实呢 他财经书 我现在手上有那个 他的财经书的原文 那我大概想要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说 他这个何怡婷啊 直接就认定说 你这个彭震生 这个被告彭震生 跟被告朱雅虎 看起来应该朱雅虎 目前应该也是被列为被告 他说呢 还有另外一个证人 就是另外我们讲的那个 邵秀佩 对 邵秀佩 这三个人 他们的证词看起来 就发现有几大疑点 第一个疑点就是 没想到朱雅虎跟易小薇 竟然有相关对话记录 从8月6号 我们谈论整个柯文哲的一个案子 不管是三大逼案 五大逼案 谈到现在 我们从来都不知道 原来易小薇跟朱雅虎 两个竟然不仅是五十三 而且竟然还有对话记录 根据目前媒体的报道结果 事实上呢 检方应该是在今年6月开始 然后进行相关的监听 如果是6月还进行监听 你朱雅虎跟易小辉 你们在讨论什么事情 照理说 你朱雅虎本身 跟整个这个案子 应该已经没有关系 我先帮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之前 有没有讨论到朱雅虎 这个人的一个身份 他其实在郝龙兵役的时代 他是兵役处长 然后呢 就是变成柯文哲时代的时候 我们这一次的业主 沈庆经 竟然一个月 外传五十万元 把这个兵役处长 下来做了他的顶月 开发公司的董事长 不是啊 这个人 他的专长是国防 他是兵役处长 你叫他做开发 土地开发有这么简单吗 差很大呢 差很大 所以问题是什么 不是要来 让他真的来做一些土地开发 是要来当门神 进行Undertable 跟苏通的工作 然后呢 2017年 现在就有一些画面出来 包括就是说 朱雅虎 沈庆经啊 还有就是那个李天驼 这几个人呢 就是一起开心 吃饭 唱歌的画面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 会说 应小威跟朱雅虎 有联系 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应小威本身 已经被积压 应小威被积压 原因是因为 他被审刑金 等于是帮他去说相 而且成功的举行了 三次的便当会 而从头到尾关心 金华城案高达三十几次 那也是因为 这三次的便当会 让柯文哲罔顾 都发局原本 就是不把这个案子 列为是都审会 不给他相关的 连讨论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这个便当会 变成是可以讨论 然后还变成是 到最后都审会通过嘛 所以应小威就是因为收售的 省金金4740万的 一个相关的不明金流 的情况之下 所以被深压 那现在有趣了 现在呢 柯文哲说捧着 4300万元的现金 去买了这一个 商办的一个房子 就商办的房子的 里面公司的股东 现在成租户的股东 又有李天夺 李天夺又是朱雅虎的朋友 所以现在被人家发现 6月之后朱雅虎跟应小威 有相关联系 是不是代表 钱金的部分 苏通的部分是应小威进行 但是后线的部分 可能跟这个 这个朱雅虎有关联哦 因为到目前为止 到底柯文哲 4300万元的现金 哪里来的 真的是诚如他所言 用每一个选举补助款 一票30块 这样子里面 如果用7千多万 去买的吗 如果是你就把你汇款单列出来 就没事了嘛 所以显然 为什么说 昨天检方高院的 应该说高院的 这个裁定的结果里面 这件事情是不寻常 第二个东西不寻常是 高院直接跟你说什么 他直接跟你说 哎呀 这个看起来哦 这个被告 积极介入金华证 积极介入 这四个字都出来了 积极介入 我跟你说 这个就GG了 还记得郑文燦是为什么被压的吗 就是高院 直接跟你说 他是有实质影响力 实质影响力 虽然你 你现在已经是只是 已经不是所谓的行政院副议员党 但是你曾经当过行政院副议员党 你也曾经是桃园的市长 所以在种种一个情况之下 他们就认为他有实质影响力 所以就定掉 后来地院裁定一个结果 当然就会根据这个部分进行 所以一样 第一个本来在地院的裁定书里面 金华证已经被列为是弊案 所以毫无庸置疑 但柯文则在上一次逃脱的原因是因为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数学不会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让他逃脱了 这一次高院的法官直接跟你讲说 你不仅知情 你还积极介入 然后再加上刚提到的一个金流的问题 印小贵跟主角的新的证据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地院的重审 看起来应该是凶多吉少 谢谢慧珍姐 所以其实听下来 大家还是把重点放在第一个金流问题 第二个阿伯 柯P 你是真的知道 还是这背后藏有什么 你不能讲呢 不知道 所以我就要问一下律师 因为其实律师这边 当然这几天你看很拼命的 都在讲柯文哲的这个话题 今天检方这边可是背负着 不能输的压力 你觉得今天检方手上 有没有什么压箱保 好 我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在一般 我们司法的角度上面 办图立罪 对检方来讲 或是对于起诉这个被告来讲 是不是一个好事 为什么 因为图立罪是不容易被认定 最后是有罪的结果 十件图立罪进到法院里面 大概只有三件会成罪 七件最后都判无罪 为什么 因为图立的意思是什么 我这个行政机关 例如说我是台北市 我特别有利于人民 特别有利于金华城 可是有利于金华城 这其实正常来讲 我们讲 本来我们就是为民服务 本来我们就是为各种人服务 只是这个服务不能违反法律 所以到底这个服务 有没有违反法律 这个界线 对这个司法来讲 其实难度很高 例如说像现在这个个案 我们就看到 邵舅配就拿出了一个 金华城绿建筑 金华城什么奖励 所以我额外给他 20%的荣基奖励 那这个决定 也是一个督審会的决议 那法院在审查的时候 督審会你全部违法 法院其实在审查 这件事情上 很多时候是尊重 行政机关的行政裁量权 所以对于检邦来讲 他想抓到这些 不管柯文哲 彭正森等等的人犯罪 如果要能够这个案子 判罪中最容易有罪的 叫做判他收贿 收受贿赂 一旦只要认定你 确实有金流 有收受贿赂 有收受好处 不管你是依法执行职务 不管你是违法执行你的职务 你给这个20% 不管你合法不合法 你只要有收受贿赂 通通触罚 要嘛就是违背职务的收贿罪 要嘛就是利用职务收贿罪 通通是违法的 所以检方在这个案情上面 我们特别看到 高院发挥里面 就像刚才慧珍讲 我们一直以为 这个金流现在只看到 硬小威收了4740万 后面没有了 后面到底怎么回事 不知道了 可是却从检方 从这个高院发回了裁定 看到检方似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证据 包括朱雅虎跟硬小威的对话记录 这个也是为什么 那一天检方要提出抗告的时候 当天下午3点多 去台北看守所 问了硬小威 5点的时候 马上提出抗告状 到这个台北高登法院去 为什么会这么做 可能就是因为 从硬小威身上 拿到了一些相对关键的证据 而且这个关键证据 不是什么图利的问题 不是什么这个20% 被知不知道的问题 而是相关于 行贿收贿相关的证据 通常检方也是拿到 这些相关的证据 才比较容易的定 这些收贿者的罪 让公务人员真的入肩